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正听自己同性开始 欢迎收看中国首档姓氏揭秘脱口秀 李贵姓 大家好 我是戴君 欢迎各位 那这个节目呢 做到现在呢 已经进入第二季了 每次呢都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关于姓氏的一些 揭秘也好 起源也好 故事也好 都很有趣 那前段时间呢 在长沙晚报上面 登了一条奇特姓氏征集令 然后很多朋友呢 都把自己的那个故事分享出来 那有一个朋友姓姨 就是那个姨上队的姨 那记者就问他说 哎 您贵姓啊 因为打电话 您贵姓啊 啊 姓姨 嗯 姨 所以还有这个姨 然后呢 从小呢 他爸爸妈就跟他讲过一件事 说 哎 有一天 我们要有了个孩子呢 我们就叫他姨旺 真的啊 他真的起了一个名字叫姨旺 那今天呢 我们的心事起源呢 就要讲到什么呢 哪个姓 姓高 那今天这个你贵姓呢 我们一起来分享高姓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戴军 欢迎各位 你贵姓 今天讲的是 谢谢各位 好了 认识一下我们两位嘉宾 一位呢 是我们的传奇名嘴 梁厚达老师 还一位呢 是我们的霸气财女 马威威小姐 梁老师 今天聊的这个高啊 它起源 真的是跟高度有关吗 确实是跟这个有关 上古时候 皇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说 一般巫师来说呀 你地面上的事 跟天然事相关 就往往古人 信这个天象 对 原来这高姓就是从什么呢 给这些皇帝身边啊 观天象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高姓 要搭一个高台 然后从顶上看 夜观天象 无州无党 比方说将星出落呀 什么七月流火 九月兽医 他要看这个东西 所以这和这个高度的高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今天呢 我们来的两位呢 真的是非常厉害 这两位呢 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 都已经做到了 非常大的成就 一位呢 是跳水皇后 我一说明就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位呢 是著名演员 让我们欢迎 跳水皇后高明 和著名演员高新 有请两位 助名演员高新 2001年 凭借电视剧 情深深与萌萌 获得台湾金钟奖 最佳新人奖 之后主演热播剧 到爱的距离 深受广大 观众喜爱 而近期主演的 古装传奇剧 狼牙榜 高新更是凭借 饰演萧景 宣太子 获得赞誉 被观众亲切地称为 最萌太子 高明 中国著名 跳水运动员 蝉年1988年 汉城奥运会 和1992年 巴塞罗纳奥运会 女子跳板 跳水冠军 是我国第一位 奥运会 跳板跳水 金牌获得者 同时也是世界上 第一位突破 600分 跳水大关的 女运动员 带军 我先纠正你一下 你开始说的不对 你说是跳水皇后 是 高明当年时候 是跳水女皇 女皇是什么 武则天 她要是跳水皇后 那跳水皇的是谁呢 对不对 她没有下几倍 所以她叫跳水女皇 跳水女皇 高明 您这更正的特别好 但是一直以来 我们看到的报道 就这么写的 当年是不是叫跳水皇后 还女皇 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去看 她心里都在比赛上 这是88年汉潮奥运会 92年巴塞罗闹运会 两次是跳板跳水 跳板跳 媒体这么爆 因为教练当时告 媒体的事你少看 省得影响你训练 但是当时高明 只要往那跳台上 跳板上一站 就大家觉得心很定 肯定就是他 所有人都拼了老命 去抢第二名 那时候你看过吗 高兴看过那个 肯定看 那时候 我们是本家 四个中国人都看 本家的 你看 高兴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在拍一个网剧 叫《午夜启程车》 是一个情感的还是 温馨的 听这个名字 听这个名字 对 有点像恐怖片 但其实是一个 很温馨的故事 那我们就等着了 那高明最近在忙什么 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个冠军运动员基金 由上百位奥运会冠军组成的 我们计划把体育精神进校园 然后做一些公益慈善的活动 那两位呢 你们对自己的姓氏 那个祖先 包括那个姓氏的起源 有多少了解 高兴 高兴先说 高兴先说 高兴你先说高兴的起源 我以前听到过一点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最早以前 高兴是没有这个姓氏的 而是从江 江太公的后代 是从他那过来的 然后就是说 好像是 也是好像就是说皇上赐姓 那两位你们自己的祖上 你们有没有什么知道 有传承从哪来的 您那边是 我是 我们家老家天津 然后再往上的根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那边到现在 还保有一个祖坟在 然后上面写着 就是说 以前在古代 他是一个大臣 然后祠官回乡 在这儿的时候生病了 生病了之后 然后就是客死他乡 别人说我们不是天津人 对 然后但是后代呢 就是说留在这儿 给祖宗守坟 就再也没走 然后再往上就不知道在哪了 那什么朝代知道吗 清朝的时候 那高兴呢 你的祖上是 我的祖上我知道是 在清朝的时候 是在皇宫里做武将的 你看 女人灭了你 会不会 好近啊 可能发配到天津 我不知道 然后后来我们家的家谱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 就都毁掉了 因为我们家以前 比较有钱 然后家里都很紧张 所以跟家里相关的东西 能扔掉就都扔掉了 那个金条真的吗 每天做传往江里人 你还不能一次扔掉 所以后来高明 得那金牌都不激动 那玩人家有的事 没有 我比较淡定 见过 我怎么觉得那是姓杜的人 往江里人金条呢 你说那是杜师娘 他那么自宠最后 我要进行珠宝 白宝箱 我知道那个高四 那个写法 就是像楼梯一样的 一层一层爬上去 对 有一个答案去的 对 这个我就知道 但是我们家的祖谱 除了知道 以前我们是在金城做不坏 没有 我跟你说 这期节目 我真的肯定做不好了 我现在一直在走神 那条江在哪里 赶紧下个节目去捞 上一期把人家借钱 这一期咱们看 惦记着捞金条 我跟你说 那江有点麻烦 是在长江和嘉陵江 交会的地方 重庆那边 回去就练潜水 那个猫猫给我订下机票 明天去长庆 今天我们特别好奇 我们两位嘉宾 他们的先祖究竟是何人 有文有舞有冠军 那说到我们今天 我们的性质解码 专家贵宝 在大屏幕上给两位 就是列出三位 你们的高兴的 那个祖先的 那个性格特征 然后你们自己来 最后录中 看跟哪位比较匹配 好吧 请看大屏幕 A是尽力充沛 胆识过人 精通阅历 B呢是标心立异 个性执拗 两袖清风 她的两袖清风 全是江里的 D 善于交际 亲和力强 机智敏捷 选一个吧 我就选A吧 但是我实在不精通 这个 唱个跳舞就算了 对吧 对对对 乐绿 我觉得中间一个吧 标心立异 个性执拗 两袖清风 来讲讲 你跟她哪些地方相像 都很像 就是我的性格 是比较执拗 标心立异 我觉得你一直都很传统 她最像那第三条 两袖清风 她都没秀 她都不两袖 她也能过精通 然后你很执拗 很执拗 有什么事吗 基本上我要认定的事 没有人可以说 不听确 对 我不会听确 来我们来看一下贵宝 来给我们解答 A是高贱离 好 这个厉害的 B是高厄 有文采的 B是高士连 那我们从高贱离 开始讲起 高贱离 我除了那个 刺杀秦始皇 其他我都 刺秦 刺秦 其他没有太多了解 咱们现在有几个成语 怒法冲冠 再一个壮士一去不复还 东西高贱离有关 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时候 当时燕太子丹 把这樊无欺的人头给他了 然后让他带着清舞阳走 催他的时候 荆轲就说没准备好 后来到准备好那天 在一水边上 跟好朋友 给他践行 他的好朋友 其中就有一位是高贱离 高贱离是干嘛的呢 姬柱 大音乐家 当时 完了这时候呢 史书上写嘛 就是高贱离姬柱 荆轲 吟送歌曲 就跟着唱 这时候就 说法禁上止官 就是头部都立起来 怒法冲官 完了 荆轲人道 风霄霄气 一水寒 壮士一去去不复还 果然后来 他不刺杀秦皇 没能成功 死在那儿了 所以高贱离当初 是荆轲的好朋友 也是一个很讲义情人 后来 大秦一统天下之后呢 秦始皇就把他找来了 找来了 说你既然是荆轲朋友 你有可能杀我 但是你才华很高 我还想听你音乐 用什么方法 用艾草 把他眼睛吹瞎了 你看不着我你怎么刺杀我 然后你在我旁边天天谈 但是高贱离没忘了 跟秦始皇这仇恨 后来他就把这个签 一点点藏到这个柱里边 有一天谈着谈着 他觉得秦始皇应该入迷了 拿起这个春秦始皇 就打过去了 秦始皇一闪身躲下来 一看你决心杀我不能留你了 就把高贱离给处刺了 人工 大秦 这既是一个讲义器的人 又是一个大音乐家 应该说这在中国历史上 是个传奇人物 高贱离 好自豪 都已经眼睛瞎了 还不忘来辞 他确实胆识过人 高贱离 比我大多了 我就敢从十米台跳下去 这故事跟他还有关系 高贱离刺杀秦始皇的时候 秦始皇在宫里的一个泉边 就一个水池边 高贱离举起这柱 一砸 秦始皇一闪身 高贱离没守住脚 懂栽到这泉里去 秦始皇一看 哇 四零舞弊 水花压得真好 也是高贱离 秦始皇还是给他打个分 秦始皇跳水教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高贱 高贱是两袖亲不证 我不太知道 这个人啊 就一直以来 就是我觉得是活在 那个曹雪芹的影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他是挺可怜的 因为你说他后思维 写写的也很好 嗯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高贱这个人 比较有意思的是呢 他不光是活在曹雪芹的影像 就是现在说红楼梦 这个本儿 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 后四十回说高贱 这个都有正论 一个是说他是整理 就是把曹雪芹呢 留下一些资料 整理整理 给红楼梦做个大团圆的结局 还有种说法说 他跟陈委员两个人分头写 最后主要都陈委员写的 高贱是修改 所以高贱在这方面应该说在文学史上存在争议比较大 但是他确实在做官职领域之内 他不贪财 这个人一生的爱好 就是要把文学这方面我达到个水平 说白了 他是第一流的编辑学家 同时也是第一流的古籍整理学者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到底红楼梦是不是他写的 现在太难说了 后四十回 那那个高士廉我这个人真不知道 高士廉算是皇亲吧 他是唐太宗时期很有名的宰相 原来是北齐人 就是唐太宗不有皇后叫长尊皇后吗 还有个兄弟叫长尊无忌 高士廉是他俩舅的 这个人不仅能打仗 而且是作为文官这个领域之内很有建设 后来唐太宗时期把这个大臣 找到一个领言阁 就说功臣阁的里头 他排到所有的建堂功臣的第六位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高兴后人的故事呢 那么高兴这次的血脉到底起源于何处呢 将来呢有请我们的新的简法专家贵宝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高兴的起源 高兴是我国的第十九个姓氏 这个姓氏的起源主要是以皇帝赐性和士族发展而责性 最古老的高兴源自诗本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话说皇帝在当时的郑州准备建成事 一名叫高原的大臣就在这个时期 发明了房屋的建造方法 成为了最早的工程师 皇帝就将高赐给他做起源 还有一种关于高兴起源非常有趣的说法 相传方程榜中的江太公江子牙 他的后代里有个人叫高兴 是齐国非常有名的大臣 封地就在如今的山东宇城 当时被叫做高 所以高兴也是渤海高兴一族的德姓十祖 高兴最早的发源地在华北地区 春秋战果时期随之战乱 高兴族人开始向南轻移 最终地区海南 东海末年 高兴的发展日渐繁荣 足迹几乎遍布华北 陕甘宁以及中原地区 在山东地区形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渤海高兴 随着西晋后期五湖乱华的爆发 高兴族人开始四处逃散 很多族人被迫分散到各地 大部分人在这时开始移居日本台湾 高兴当代人约1400多万 占人口走出的0.92%左右 整个家族发展一直遭受到巨大的历史冲击 因为长期的分波四出 导致如今的高兴仍然分布横广 并不均衡 星罗散布于我国各处 相对比较集中的聚集地在华北 东北 西北地区 尤其在甘肃河西走廊 山东中部 陕近北部 黑龙江东北是比较常见的姓氏之一 约占全国高兴走人口的29.2% 出类拔罪的高兴后人 文能治国 武能安邦 立刻出了很多名正义士的人物 那其中有一位的传奇人物呢 在很多的影视剧里面也被描写过 那我们今天呢也看一下这位神奇人物非常有意思 他叫战神 而且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蓝陵王 战神高厂公是北极文乡皇帝高成的儿子 丰帝蓝陵 所以很多人称他为蓝陵王 历史上的高厂公极具传奇性 由于生母不祥 更为他的绅士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蓝陵王是北极时期 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名将 拥有超越常人的战斗本领 但是因为长相太俊美 在战场上不足以震慑敌人 于是他每次打仗的时候 都会戴上争鸣的面具 蓝陵王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 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芒山大战 只用了三百将士就击退了敌军 自从芒山大截后 北极的将士们为了纪念蓝陵王的骁勇善战 纷纷戴上面具 用歌舞来庆祝圣民 这就诞生了广为流传的蓝陵王入阵去 当时的北朝十分混乱 短短二十八年间 换了六代皇帝 殊职之间争权夺位 兄弟之间互相残杀 一个比一个短命 一个比一个疯狂 长期军功显客 又深受将士们爱戴的蓝陵王 最终还是招来杀身之祸 死在了自家兄弟的手上 被后主高尾刺毒酒杀之 你们两位知道蓝陵王姓高吗 我不知道 我不做这节目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蓝陵王 你知道蓝陵王姓高吗 当然了 帅哥类我都比较熟 这个蓝陵王高长弓啊 是以这个貌美而善战著称的 好像是说他貌妇人性骁勇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男生女相 对 然后呢 这哥们非常之能打仗 但由于他长得太漂亮了 以至于呢 就是这对武将来说 不是一件特别有利的事情 因为他并不像 我们传说中的赵云 是一种鹦鹉的漂亮 他是那种 就是像女孩一样 清秀的漂亮 他是花鸽的漂亮 对 他鹦鹉的漂亮 他花鸽的漂亮 他确的漂亮 然后呢 他呢 所以在上阵打仗 领军的时候啊 都会戴上这个 猙獰的面具 以掩盖自己的这个面容 同时呢 振奋士气 恐吓敌军 但是那个我说实话啊 就是还有人会嫌 自己长得太好看吗 你要拿一个面具 啪造出 你看你长得那么好看 平时人家就要 如果他上战场的话 有可能他需要 去吓唬敌人 要不然他长得太漂亮了 吓唬不了人 对 像我们去 参加比赛 都是会把手上的绷带 什么的全撤了 显得自己 对 有特别 特别强 我很强一点 我相信他那么漂亮 对手会轻 就觉得 对手可能不忍心的 好美哦 手脚都乱 这是上战场 不是去夜场 像我们看 美国职业拳机里边 有非常多的拳手 英俊年少 特别漂亮 最后他弄个什么 墨西干头 用这个头跟脸上显着 就带有很大侵略性 如果他再弄着那种 很飘逸的头飞呢 门啪去了 起不到威慑对方的作用 所以就是这墨西干头 其实跟着面具是一个道理 我跟说那个 就是蓝灵王那个墓啊 后来也被发掘出来了 然后呢 就考古学家就公布了 高长工 就拿那个骨骼 是可以还原的嘛 生前的相貌 还原了以后 真的是非常清秀俊美 哦 是好看的 也太动漫了吧 就那种漫画美少年嘛 嗯 说两句话 高明 如果你生活中遇到这样一个男生 你会喜欢吗 遇到了这生吧 诶 那个时候的人的轮科能长得这么好吗 诶 你不要忘了魏晋南北朝是什么时候 五湖乱华时期 正是民族大中河 回血 高发的 很多混合 对 五湖乱华时期 这个人种是越混杂越漂亮 那纯粹的更不好 你看英国的查尔斯王子 多纯呢 那长成那样的 没什么 对对 那我问一下那个高明 你知道中国古代 不是有四大美女吗 嗯 还有四大帅哥 除了蓝灵王还有三个谁 我真是第一次听说 好 你知道吗 貌似康安啊 康安是一个对 剩下不知道了 我一直知道 宋玉 宋玉 对对宋玉 魏晋 古代F4 哇 不会吧 不会这个蓝灵王 你刚才就管他多了 都做些什么人的人 这谁想出来的 为什么当时会凭 他们四个人 是古代四大美男 其实这些全是根据 典籍里的记载来的 很可能就以鹅传鹅 你就像那 咱们先说宋玉 宋玉呢 他当初是说美人啊 他有句形容词 他说美人呢 叫增一分则太长 减一分则太短 丝珠则太赤 丝粉则太白 就说这美人漂亮到这个程度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 那时候你宋玉长得漂亮 你好色 宋玉说我不好色 最好色的人叫灯兔子 咱们现在说好色灯兔子 灯兔子是个什么人呢 他这个人长得特别丑 他娶个老婆呢 他这老婆是个瘫痪 长得简直难看都不能难看 浑身还净毛病 说灯兔子最带这样一个女人 几十年如一日 好好跟他过 你要真说好色 他不比我好色吗 他这样的女人 他都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现在成为灯兔子 是好色代名词 这哪说理去 灯兔子是个包一词 他只不过根据这个历史典籍演化出来 你像潘安 潘安确实有 就是他很漂亮的记载 有个成语叫智滚迎车 就是把这水果往处扔 把车都装满了 就说潘安坐着马车出来 一些妇女看着他 那古代妇女胆大 手里拿着水果就往上扔 最后扔的水果都满着车了 他只要一下来 这帮妇女呢 转成一圈拉着手围着他 就不放他走 我得多看你一会儿 你想那时候人比现在还画吃的 所以这潘安确实是有记载 梁老师 那古代妇女要扔榴莲的话 我的妈 都人命了 把榴莲掰给我身上喷喷 梁老师 他被封蓝陵王 蓝陵是现在的咱们的 蓝陵整个地面 现在有好几种说法 就是说到底在北方什么地方 有说甘肃的 有说陕西的 就大致是西北那一带 还有说在河南北边的都有 蓝陵王 他们说是现在的藻庄 藻庄王 这个说法是有一种 但是这个肯定不确切 现在你说蓝陵是藻庄 人以为是种植大户的藻庄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世家的时候 咱们做周的那一期的时候 不是说到世家 说汝南吗 对吧 汝南周家非常有名 是世家之一 那么你想啊 如果是汝南世家听起来就很厉害 但是他现在相当于现在咱们的什么呢 驻马店 你要听到驻马店周家 这感觉就好像整个格调就没有那么高雅了 还有长山赵子龙爆出来感觉很威风 对不对 如果爆你说石家庄赵子龙 感觉就弱了 这个长山赵子龙是现在河北正定 你爆正定赵子龙也威风 因为咱们平凡球队就在那去练 拿多少世界冠军了 好有冠军 我乃正定赵子龙 人说你真是压得住场面 我是一个非常镇定的赵子龙 其实高兴可以扮蓝灵王 你武功怎么样 打的方面 以前还行 现在膝盖 其实我觉得拍这个戏太太 演员太方便了 面具一戴 所有的武器全部都是提升 真的根本不用自己打 对不对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面具 戴起来看看 谁最像蓝灵王 来我们台上有三位男士 来梁老师 我还戴啊 这面具我能戴得像吗 这面具我能戴得像吗 我刚一戴遮住一半 老梁就你 你猛跑 我们戴好了以后 做一个有杀气的动作 然后看看谁最像 就一个字啊 台词杀 一个字的台词杀 通常都骑着马 然后不得干 杀 杀 自己不上 为别人 这会别人 杀 好 梁老师 你坐在那吧 坐在那 我只要一个 就这样扣着是吧 哎呦 梁老师 你戴上这面具 我根本折不下 你们看我这两戴 都不够呢 不是 我觉得梁老师 戴上这面具 看着好看多了 做什么都杀 是吧 这是两军账前 我是坐在这个答案的边上 把线扔给号列 各位给我 杀 杀 这眼神看不着 这是评书里的动作 单数杀 因为我上海人嘛 对吧 要说起来都上海话 哎 杀 你这下在屠宰场发 他说这不是傻 他说这是自傻 其实那个 刀工不错 我觉得上海人啊 特别不适合 就是说 说那种比较 铿锵有力的台词 那上海话实在太软了 我和李七老师两个人 就到餐厅去点一碗牛肉面 陕西人就说牛肉面 就那种 上海人就说牛牛米 牛米 完了 感觉你上来的那碗 都会比人家小一点 他上海的 我上海人 对 你说句特别 跟腔有力的词 跟腔有力的词 随便从那个 华姆雷特里挑一句吧 生存还是毁灭 来来 站在中间 先说原版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 值得考虑的问题 OK 这是原版 上海话 我的鸭 我的其他 把这个 我好像不对了 我的其他 我的其他 我考虑越猛低 猛低 把这两个人 也对 你俩说 因为有很多话 翻译成上海话 我要不需要想好久 你俩说之后 我感觉 你俩好像在衣服店挑衣服 这件 还是这件 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刚才看到 因此伯发的蓝陵王 早早就被刺死 死的时候 说是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是功高盖主 对吧 他其实是说错话了 他说错哪句话了呢 当时的皇上呢 是他的堂弟 叫高维 他这堂弟的皇上 有一次说了句 挺让他感动的话 就说你这盲山大节之后 说你带三百人 就能把这些人打败 你等于是孤军犯险 这要万一你失利了 你说你要没了 朕得多心疼 其实 这不是心疼你这人 是等于一个做豆腐的 心疼拉磨的驴 你这要死了 我得多心疼 好比刘备摔孩子 显心扯我一员大将 是这个概念 结果蓝陵王一冲动呢 就以为他说真心话呢 你别看他是你弟弟 那是君臣 他来句什么呢 没事 这咱自个家事 我能不使劲吗 这一句话 犯忌讳了 怎么是你自个家事 你干嘛 你要当皇上 所以皇上又说这句话 他就猜想 是否哪天 你要率领十万大军 取耳代之 伯伯给拿下 所以想来想去 他不踏实 这时候蓝陵王回家 跟自己老婆一说 他老婆姓正很有贱人 你听说这坏了 皇上肯定猜疑你了 他说我这怎么办 那你们哥俩 你见一见皇上 把这事解着开就完了 蓝陵王指的 这次是因为军功召见的 再想见皇上很难 我没办法 我没有任何机会 再能见着皇上 这时候 皇上赐给他东西来了 就是毒 这时候蓝陵王 想也没想 躲不开了 把针就喝就死了 就等于是皇上色彩毒酒死的 就等于是皇上色彩毒酒死的 说白了根儿在于什么 宫高震中的 你傻呀 就皇上如果给我自己毒酒 我就把皇上给灭了 是你这样中国古代就没忠诚了 那个时候跟现在可能还是有点不同吧 我戴着面具去灭他 没人知道是谁 你要戴着面具 谁都是你这个蓝陵王 就你一人戴面具 你以为你换个面具 大家就认不出来 那蓝陵王高长公的荣马一生 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胆识过人 貌美无双 赢得了高兴一种最优良的血统 成为了高兴历史上 最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 说到那个高兴的后人 就是高兴的家族里 不是全部都是那种 高大上伟大的那些人物 其实在我们概念里 还有一位是非常有名的奸臣 就水浒传里提到过的高球 两位知道高球吧 我高球我 我其实挺佩服他的 因为他处居足球体的特别好 足球体的好 然后他的字写的特别好 是不是 梁老师 高球字不错 确实不错 高球的字特别好 越是奸臣字越好 秦桧 现在我们说仿宋体字 是秦桧发明的 原来叫秦体字 后来因为他是奸臣 就不能叫秦体字了 仿宋体字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那个北宋的那个铜钱上面 什么铜铃铜宝啊 什么这些 那上面的四个字 是大奸臣蔡经的字 蔡经的字相当漂亮 写得相当好 那那个高球的事 谁能说一点 您出来踢足球 还能说出什么 反正就是养了一个 不争气的儿子 对 养个败家儿子 那个高阳 那个不是高球亲儿子 对 是他刚儿子 高球是苏东坡的小叔童 对 后来这苏东坡呢 这个人当官当比较背 苏东坡特点是在朝廷待两天 就给贬挺远的地方 再待两天又给贬挺远的地方 苏东坡呢 这不是把这个高球带在身边吗 一想我给贬走来 那再跟着我干嘛 还遭着罪啊 他还字写得好 留在京城吧 给谁呢 给他个好朋友 叫小王都太尉 这人叫王申 我举荐你去 当朝驸马王进钦的府里 王驸马你大概知道吧 都叫他小王都太尉 他那里 需要你这样的人 这人是谁呢 是当朝皇上的亲妹夫 说白的是端王召集 就后来宋徽宗的亲姑父 他把这个送给小王都太尉 王申 结果有一天呢 这王申和这个赵集两个人 一起上朝 就是王爷跟他亲姑父上朝 上朝的时候呢 这个赵集一伸手 就说我这头发不整 伸手掏梳子 其实当时就叫闭子嘛 掏这个东西 没带 这时候小王都太尉呢 带了个闭子 一梳头给你使 他就说你这怎么这么舒服吗 就咱们说牛角梳子吧 他说我家里还有 这样这把我都使了 我打发下人呢 给你再送一把梳子 新的你用 这么小王独太尉 回到家 打发谁呢 高球在身边 你 到这个端王召集府上去 给他送这把梳子 敢巧了 这梳子送到这 一看呢 端王召集干嘛呢 踢足球呢 就我们说促居 中国古代足球 这高球 踢这玩意是胜手 踢的相当好 站着看 看一会一看 那你就觉得技术一般 也就是亚洲水平 对 也就是亚洲水平 看一会 正好这时候呢 端王召集有一个球 他起了凌空传着球 一踢 踢场外下来 高球啪 一翻身 脚后跟勾住之后 再往前一挑 小子前面一接 给接住了 王召集一看 吓傻了 这什么技术 王召集说你哪儿的 一说 我从小王独胎卫来 给您送这闭子来 这么着吧 那个打个吓人 说你呀 到独胎卫家 告诉一声 闭子我收下来 送这枝我也收下来 我不给你了 给我提球吧 就这么的 他跟端王召集了 但是召集本来 当皇帝一点戏都没有 可阴差阳错 皇族里这个死那个死 黄而落在他身上 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这么的 宋徽宗上来 满朝文武 他也没接交谁 他必须得用亲信 用谁呢 用高球 就这么着 把高球一直拔到 太魏这个位置上 他是这么起家 就这说明 你要有能耐 早晚能露脚 没问题 那这个人到底怎样呢 他和其他的奸臣不一样 高球首先一个智商高 他不掺和公平斗争 你像镇压农民起义 比方说宋江镇压这些人 他是参与了 那朝廷命官没有办法 但是对外族侵略上 高球是凛然大义的 他不是真正的败坏超纲 还有一点高球被人诟病的是 他把军队当作的私家斩命 这个太有意思了 就是比方说 他把这些兵招来 干嘛呢 不训练不打仗 练三军一仗队 练吹鼓 说排了军乐团 文艺团整一堆 然后宋惠宗来视察 他用这些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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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这个高丘家教 回头高丘把这些人干嘛用呢 他在外面包私活 比方说这工地这我的辣 这拆迁工程我来说 这大楼我干 然后要当兵的去给他干私活去 最后就钱他楼的手里 所以高丘是这么 是典型的军队腐败分子 所以你要说高丘被人诟病是这个 但是宋史里边说他有四个字 叫大节无亏 就是在重大问题上 他可不是个坚定 所以你只能说他善于钻营 达到个人利益的大话 但你不能说他是个大健臣 顶级健臣 他不够 但是书里面最后写 林冲是被高丘害死 到底是 是气死的 林冲气死的 就因为宋江把高丘放走了 林冲在梁山眼看着高丘抓上来的 不能杀 宋江要护着他 因为要招安嘛 所以最后林冲在梁山悲愤而死 等于气死的 宋江拜托之时 还望太尉费心牢骚 一定 一定 太尉慢走 高丘 高丘老贼 兄弟 这个小书童出身的高丘 算不上什么名臣贤臣 但是呢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呢 的确算得上是一代足球皇帝 说到这个足球名秀啊 对于这个足坛的影响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比如说罗纳尔多退役了 巴西足球 他八年就没有缓过来 巴乔退役了之后呢 意大陆的足球是16年没有缓过来 咱们这高球退役了之后呢 中国足球那是1000多年没缓过来 那说到那个高球 是从古到尽 中国第一球形 真的是当时无愧了 今天呢 我们也拿了一个处居 让大家看一下 当以前古代的那个足球 和现在的区别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 这叫处居 老师你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大致是那意思 但是肯定没 盘性没这么足 它里头是什么呢 就是布或者是那个皮革 里头搁进猪毛和马踪之类的 就有点类似什么 一半像足球 一半像现在女孩踢口袋 玩那个口袋 说为什么你看 他可以高球踢的粘到身上 你现在足球 你想要他浑身粘到身上 从心那么足很难 那那个谁比较厉害的 可以秀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长得像个灯笼 我能碰一下那东西 我试过那个踢足球那些 包比原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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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当排球在用 没有 它里面放的是海绵 有个弹性很怪 它的弹性很怪 它的弹性很大的 哦真的弹性很大 这个真正的出局 弹性没有这么大 这么大真的是 它比如说要勾住啊 什么的 它不是不容易 它不是不容易 放得住 但是你一扣 但是你一扣 哎呦 弹性很大 踢两下也毁龙了 那虽然呢 历史上有很多人 讨厌高球 是因为觉得 它是个小人得志 但通过今天的了解 其实高球并不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一个奸臣 它的这个足球技术 真的很好 那今天我们来的 两位高姓后人 真的是给我们 真的是带来很多的荣光 下面呢 我们就走进 高姓家族的起源地 就是千年古村 石门高村看一下 在中国四大活教名山 九华山脚下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村落 叫做石门高村 那早在一千两百年前呢 大诗人李白 刘雨昕 苏哲 都从慕眠而来 那现在啊 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人 大多数都姓高 而他们几乎各个 都能够吟师作赋 这大概和他们的始祖 高继有关 那当年呢 李白和高继是智友 您看到我脚下的 这条石板路了吗 这就是当年李白 前去拜访高继的 必经之路 那如果时间穿越 回一千两百年前 我想说不定 还能够来场偶遇 妙幼奉二七 零三开九 这既然有一个人 在吟师作赋 我们过来问一问 您好打扰了 请问您是 我在下高继 我的那室友李白 前两天他跟我在一起呢 在桃花屋 他留下一首诗 桃花春雪山 白是星球末 腰大女落之 幻挂青天月 刚才听您描述的 这个桃花屋 是一个特别如痴如醉的 让人向往的地方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好 有请 谢谢 我身旁这个穿越而来的诗 其实就是高继的后人 高禄寻老师 据桂池县志记载 高继所著桃花雾 李白与高继同一处演 而如今 桃花雾三字 以及石碑上雕刻的诗句 经过岁月的腐蚀 已经难以辨认了 虽然先人的名字难寻 但是先祖还是为高氏后人 遗留下了更加宝贵的财富 而这些财富就在石门高的 高氏宗祠里 所以这一次应该就是 高氏的始祖吧 对 就是我们整个高氏 大概一始祖 它叫高继 李白的室友叫高继 我们是一始祖 从高继往下延续的话 我们到我们这里 最多的是61代了 它这个要追溯起来的 我们这个成全的历史的话 有1600多年了 这个所有的最稳定 都是过去我们走线盘下来的 诗书教子孙 对 忠孝传家国 对 它的意思就是 发分都去报下国家的意思 就这么意思 而且您这个 好像每一年都会更换是吗 对 每年我们就花很少的费用 把它更换一下 就是往下传承 让我们的后代都知道 就知道这个对礼 让它不要流失点 受儒家思想影响 高氏奉行居家无过于 耕读的祖风家训 高氏祠堂里 那些随处可见的 并且逐年耕替的对联 也无不再昭示着 石门高人 以读书 夺魁 出世 为最高境界 1600多年来 石门高高氏后人 捷报频频 出世七瓶以上的官吕 就多达81位 也难怪 高氏后人喜好 吟诗作父 在这个世代书乡的 石门高村 石门高人 也以其独特的书卷取 送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见面礼 这首诗是我送给的柜台 那么组的一首藏头诗 太感谢了 我看到这写的是 石门通就近 门庭高是岩 高峰桃花雾 欢游难在得 迎客兼说客 你我寻古宗 写得太棒了 而且这还是一首藏头诗 您看是至你贵姓 石门高欢迎你 我想大家一定也感受到了 这里真不愧有一位 和李白是师友的先祖 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 您看山中云雾 吟诗作父 如诗如画 特别有创作的欲望和激情 那现场的嘉宾 您在现场也来创作一首诗吧 这个村很可怕 就是我们导演 这个和我们的外景摄像组 去了那边以后 几乎每个人都出口成章 然后呢 看山能够作诗 看水能作诗 都很厉害 两位有没有这个本事 肯定没有对不对 梁老师可以 毫不犹豫的 把两位探兵给呼的 出口成章 让你现场作诗 走七步 然后如果你七步做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 我要走七步 我要走五步 是不是就堵死了 真的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村的人真的是 不过大人小孩 真的可能是在这个环境熏陶的 从小就让他们被古诗 然后真的是出口成章 好厉害 他跟小时候这个教育有直接关系 你看我是 这些年的古诗诗创作 没间断过 他跟什么有关 打小就是接受这个斗 然后那你要是来形容一下高明老师 用两句 你会用哪两句 拿他做应称吧 好好好 事儿个儿量女 你倒霉一下 四句吗这是 四句对对 来吧 从这开始 帅哥沉稳不招摇 女黄水上胆气好 缘和战尽人间好 只因姓氏实在高 好 你这最后一句话太像地道战了 都能战尽 那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个高兴 一个天生充满了优越感的一个传奇姓氏 从一代战神蓝灵王 那还有呢 高球虽然说 历史上对他有很多的废议 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人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呢 让大家来看到一个 非常立体的一个高次的祝福 这个站得高望得远的一个信心呢 一直散发出他独特的魅力 好 今天我们的新史之旅呢 即将结束了 再次呢感谢我们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 高明老师和高兴老师欢迎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再次见我们两位超级嘉宾 梁国达老师和黄卫老师 关注屏幕下班的 女归籍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更多有趣的信息图示在这里 认知自己 从今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